有着硕士学历 却放弃人人称县 公营院主管的工作 回到家乡 做一位年轻农夫 他就是沈朝富 早期我还没回来之前 甚至回来之后 还没有温室设施的时候 我们还是以一般外面的搭 搭竹棚来种番茄 虽然是农家子弟 但面对陌生的农作事业 也不是一开始就能上手 还与家人有多次意见的拉扯 很吃力 坦白讲 因为冲突很多 老爸要吃 没有吃不行 我们的观念是 觉得没有必要 所以会在那边争执 但争执 我们有些东西 要取一个平一点 不然我们就来做试验 用数据来讲话 我们用最后的产量 我们来统计嘛 数据来呈现 所有后面的结果论 所以到最后 试完之后 他们讲我们去哪的产量 在这边也不输人家 回到乡下 全家人的支持 更是沈朝富的动力 有着父母亲 40年的务农经验 大哥的鼎力相助 让这果园成为全家人的乐园 栽种出快乐果实 用心架到砍车 然后把放下来做 是这样的 会做不够了 我相信他应该有 很谨慎的去想过 这方面的问题 对大地这块感情的话 还是会应该是割舍不掉 这样子 善用年轻农夫的优势 沈朝富也开创网路市场 让老顾客也能透过网路 购买到他们家优质的农产品 他现在要做网路啊 他现在我也很反对了 他说网路 原本我们家优质没有在做 他坚持说 他要做就要做网路 就没了 当工程碰上农业 从完全不懂到如今的农业专家 沈朝富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 延续家中40年的农业精神 沈朝富坚信 做事只要有心 就能有所收获 生意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